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一点测印之心都没有 什么心 小姐 她吐脏了我的衣服 你起开 我要教训她们 不可以 不可以 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还容不到你那撒野 有本事你冲我来 我是日本人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男人不会跟女人打架的 你走开 住手 这个小乞丐吐到你身上是她不对 不过你也把人打了 这事就算了吧 你知道她肯定赔不清你的衣服 让她把衣服拖下来 我来陪她 她打人的事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黄英小姐 你别究竟了 本来就是你们部队在线 你真是白穿了这套警服 新城里的警察都像你这样吗 竟是让他们洋人说话 大小姐 我劝你还是稀释宁人吧 瞧你卑躬屈膝的样 本小姐最看不上这种人了 先生 您可以走了 警察先生 也很会办事 不像你们这群肮脏的吃哪猪 你说什么 打了打了 好 好 你干什么 你敢抓我 走 快给我 走 走 走 刘警官好 你看见可来了吗 没看见 你看见可来了吗 没看见 这孩子 这一天一夜 哪儿去了 疼死我了 少奶奶 那少奶奶 那 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抓人 抓的还是日本人 你这不是给我捅了吗 局长大人 那个日本人太猖狂了 不给他点教训 不足以平民愤 刘明轩 你也太一息用事了 尚风多次嘱咐 对待日本人要格外慎重 你倒好 为个要饭的去成英雄 那就任凭他们横行霸道 欺负咱们中国人吧 报告 日本商会东川酒店 来得这么快 请他进来 是 局长大人 各位好 东川先生 好久不见 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 局长大人 我上会的一位下属关在你们这里 我希望今天能够让我把人带走 这件事我正在了解 刘警官 你把事情经过说一下 我在街上看见王府大小姐跟那个日本人起了冲突 我过去盘问 结果那个日本人蛮横无礼动手打人 他还欺负了 东川先生 我们是应了王府的请求才抓的人 你也知道 王府家大事大 现在要放人 也得他们点头才行 局长大人 这些事 他意思是希望我去跟王府沟通 当然 只有他们答应不追究此事 我追你好受 明白了 这件事情 我自然会去跟王府教授 不不 这次商会的下属都有冒犯 也请你多多包涵 多费心吧 嗯 好受 好受 明轩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意识到这个理工任何东川 以及王府之间 一定有他不可告的关系 有点想到 大人 他在需要 到什么地方 应该怎么办 我会的 也想到 有点想到 不过 对 对 双白 是我 我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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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能不能顾及点别人的感受 强强欲认很好玩吗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愿意跟我做朋友了 你跟我认识的王府里的人不太一样 能不能做朋友 我得考虑考虑 小心 上香 什么事 你看见克兰了吗 我没看见 上香 克兰 一些两天里面也不见人了 有人说最后看见他往你们院来了 你跟徐妈说实话 他是不是在大烧奶奶这儿 徐妈 您就别管这事了 我怎么能不管呢 这人进了府 说没就没了我 我怎么交代呀 天哪 这 这可怎么办呢 他 他人还好吗 我来说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从昨个起都是上演的自己进去看的 我从来的就是我渴望的 谁让你跟我生的 我 修静虎 我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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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上来都没有 她上来 慢点 大小姐 大小姐 师妈 怎么了 大小姐好 好 师妈 怎么了 师妈 大小姐 大小姐 我经历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干过犯罪的事 可是 你实在没办法呢 我求求你 求求可兰吧 什么 可兰 大少奶奶 大少爷让我回来给他拿几件衣裳 什么 你们大少爷今天又不回来就寝了 这两天药店的生意比较忙 大少爷让我告诉您 他晚上睡药房了 大少爷 他到底睡在哪个婊子的床上还不一定呢 行了 罗天 你也不用天天替他遮遮掩掩的 我这心里啊 明白 去吧去吧去吧 衣服放哪儿你自己知道 随便拿吧 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小奶奶 没事吧 哦 可能是我屋里的猫吧 你拿来衣服就赶快走吧 我自己会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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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找到 谁啊 谁啊 谁在里边 教明 罗天 你怎么回事 不让你走就赶快走你的嘛 我叫我屋里的丫鬟呢 救命 少奶奶 大少爷可交代了 最近府里什么事都不能发生 少奶奶对不住了 她发高烧的妈不行了 至于吗 那么娇气 我就给她喝了点药吗 什么药啊 我怕药力不够 小蓝奶这种药不能下吃啊 那一样闹人命的 小蓝奶这种药不能下吃啊 小蓝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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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闆是啊 你們也瞧了 可能還發著高超呢 這個怎麼辦呢 可蘭現在很危險 她現在是皮膚皮含 內部 要忙不過來了 你自己的造謊 你是說 可蘭可能 再也就醒不過來了 大小姐 少奶奶給她服用了 太多消失去火的藥 這種藥方子 必須要嚴格規定靜 這樣亂搭配 是會出人命的 真是的 這不是草禁人命嗎 就讓她好好躺著靜養個 如果兩天之內 她能夠退燒 就算她撿回一條命 太嚇人了 怎麼了 據說被管了兩天兩夜了 啊 哪有這麼整治人呢 還被她折磨死 可不是嗎 那個新男的 到現在還沒幸福 不知是死死活呢 以後可千萬別惹到大少奶奶 不信 是啊 就能走 你 說 他 那不信 他 好 啊 我們 在此 呢 魁 现在的当努之急 是可兰的安全 那您的意思是 那 不好送到药店吗 一方便罗马是照狠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药店那个地方 大少爷会经常去 我怕 没有什么好怕的 你们就说这是我的主意 再加上 药店人多眼砸 他们就算想对可兰怎么样 也不好下手 好 大小姐你放心 事不宜迟 我们现在就送他走 好 快 来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来来来 来来 来来来 小心小心 好 好 好 来 几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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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这么晚了还去药店 什么事这么着急 你怎么知道我去药店 你跟踪我 我要是不跟踪你 怎么知道你们把那个丫鬟送出口又送进了药店 你们把他走了 这不会又是一起的丫鬟失踪安排 我告诉你 不管了 上一档子事刚结案现在又出一档子事 说 你们把他怎么了 放手 你弄疼我了 你小大劲干什么 我们只不是带一个丫鬟去看病 管得着吗 站住 我不信 什么病非得半夜送到药店去 我说刘警官 是你这个人疑心病太重 还是存心跟我过不去 你觉得我有必要骗你吗 那你证明给我看 你让我怎么证明给你看 你带我去药店 我要亲眼看见那个丫鬟 不然 就证明你在撒谎 好 我带你去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你不是说跟我做朋友你还要考虑考虑吗 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得认我这个朋友 行 我认你这个朋友还在朋友面前加个好字 你算是我的好朋友行了吧 好 一言为定 快走吧 我只有一句话 我会来这么多吗 你可以说你 不会有到你 咱咱也看来 我看你 准备了 你 我算了 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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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小姐下来吃饭 老爷 小姐正练功了 练功 今儿怎么这么用功啊 连饭都不吃了 今儿来了为客人 小姐正教她学系呢 学系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是哪位客人 小姐说您认识的 就是那天那位刘警官 刘警官 舞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往下堆一点 你这屁股别撅着 这个手不对 这个手是这样 还有那个手 这个手这样 太累了 不行 快起来 跟我蹲着就累 现在知道神教台 还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了吧 知道 要不再来一遍吧 行 我们不再来 Het 有什么好 嗯 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 我 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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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 五十年 五十年 到乾坤分外明 那就从分外明开始 居老板 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 别去 接着学吧 我看刘警官年纪轻轻 是个警官 怎么对学戏这么感兴趣呀 都说 菊老板之所以唱得这么好 全职您教导有方 我这是来沾点灵气 那都是误传 我们没门没派 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我看刘警官 刚才学的那个样 不像是第一次学戏 的确是过家里一些熏陶 不过学戏 真是第一次 听说苏老板狐气拉得特别好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识一下 就是就是 我今天拉得可好了 跟唱片里拉得一模一样 那说什么呢 刘警官 晚局自作主张教你唱戏是在冒昧 他年龄还小 玩意儿还不成熟 我是禁止他教别人唱戏 如果你针对唱戏感兴趣 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位票友 你跟他们切磋切磋 兴许能学到不少东西 爹 刘警官学得可快了 我觉得比那些票友强 去吗 武林 sådan 早枇 当心 你不肯要我打啵 听说市里李 北枉 chu mig 宋老板 是我主动要求学习的 跟季老板没关系 刘警官 实在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家里的私事 让你见孝了 刚才唱哪了 孙悟艾明 接着唱 宋老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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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你来了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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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女生当年 新世纪 女生 让女生看到女后 此时明轩想到了一个人 她也许能帮助她 小县长 下班了 走老奖 走了走了 师傅 您今儿上哪儿喝去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咱们师徒情分已经了了 你别当着这么多人面给我套进我 您一个人也是喝 两个人也是喝 您说我陪你喝多好 来 你看 你看我拿了什么 这可是教藏四十年的好酒 比那二锅头好喝多了 一起去吧 一起啊 一起啊 到 行 走 我说师傅 您酒都喝到这个份上了 是不是该吐口 您当年到底见没见过小得子 你这么会算计的人 怎么会请我喝友呢 感情还是有事儿 小弟 你也太小看我的酒量了 就这么点酒 我就想喝出我的份上了 行 那算我错了 今儿咱们到此为止 这酒啊您也甭喝 干嘛 坐 你坐我去 我说 看我来 我给你 你不说我给你卖关子 你小子肚子里卖的那点药 我知道是最后的事儿了 你打听小得子 那不是你的目的 你是奔着萧军生去 师父 您说什么呢 又给我装着 您要想让我给你投底 你得跟我说实话 告诉我你为什么打定 跟萧军生有关的人 师父 您真不会是干过探长的 什么事都瞒不过您 这 如果我跟您说了 您能保密吗 能 当然能 您记得萧军生爱涉及的五名女子吗 有个姓黄的 叫黄山 她是我表姑 我二爷说 就是黄山的店 是我表姑当年 强烈追求萧老板 甚至愿意以身相许 那萧老板就没有必要做出奸杀的事情了 我想如果这凶手不是萧老板 那我表姑岂不是现在还含着冤呢 那做鬼也不踏实了 我想我现在不是干警察了吧 所以 打住打住打住 打住 您想问萧老板 您知道这是多大个事吗 我告诉你 这个案子牵扯的人太多 而且全是有钱有势的 就你个小警察 都不如他们三眼儿了 师父 那您说萧老板是不是冤枉呢 到底有多少人牵扯其中呢 我还没合罪呢 总之一句话 你呀 翻不了这案子 师父 我原本以为您能帮上我 我看错了 本来我看错人了 成蒙你看得起我 我就是有信也没这能力 我还想保住我这条老命 都喝二两酒呢 行 您不肯帮忙也没关系 不过您别挡我的路 小得子是萧老板生前的琴师 只要找到他 说不定能问出点什么 你告诉我 上哪能找到他 小子 你甭给我招呼 你把我领到这儿来 你肯定有怀疑的对象 您说是他呢 你问我问什么呀 这得靠你自己 什么事 慢点啊 爷 您才走啊 爷 您慢点 大大 老爷 都走了 都走了 您怎么不走啊 我 我今儿就住这儿了 对了 小姐要是问起来啊 你就跟他说我去天津了 明儿回来 老爷 您住这儿啊 嗯 老爷 咱这儿晚上可不太平 嘘 干什么 干什么 我告诉你 咱百花楼什么事都没有 知道吗 知道了 行 回去吧 把大门锁好了 那您注意一下 把大门锁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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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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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要你的时候 要 可能知道了 有本事 以前我在家 照顾生病的母亲多年 也看过几本医书 现在既然在药店了 就请你多多指点 我也想多学点本事 把这本药书拿去看吧 哥 汪游回来了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他们怎么来了 汪游小姐 上次景田和您有些误会 多有得罪 我今天特意带她来向你道歉 望大小姐您海航 道歉 你们侵占了中国的东西 哪里还谈到这三省 是不是也应该道歉呢 怎么这么说话呀 那你要我怎么说话 东川先生咱们家的老朋友 是吧 东山先生 大小姐 不愧是在国外读过书的人 乃国之精英啊 我东川只是个商人 只知道做生意 从来不过稳重值 你们侵占了中国的领土 哪里还谈得了生意 就算有 也是强权生意 放肆 东川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我妹妹刚溜洋回来 对国内的情势还不太了解 还望您能 哥 你也太没有立场了 从二十一条到九一八 再到建立满洲国 日本人是怎么一步一步 侵占中国的领土的 你难道不知道吗 你还跟他们谈生意 闭嘴 东川先生处于礼貌 带着人前来拜访 你怎么一点面子也不给啊 这天满脑的政治 你要是这样 不要在家里闹 出去教你的政治去 你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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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满 那天满 我意思是 明天满 的 我们想要 你自己先走 你自己在家里 我也是 爷爷爷爷 你第一天满 我都不定 我都不定 你也是 天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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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那唱的 你 怎麼了出什麼事了 我今天有人在上面唱戲啊 怎麼會呢 也許啊你是聽見自己回聲的 哎 哎 不是的爹 我聽得清清楚楚的 那聲音 特別像是蕭老闆的聲 啊 你看你聽錯了吧 蕭老闆去世這麼多年了 他怎麼可能回來唱戲 我開始太累了啊 用了聽蕭老闆的唱片 產生幻聽了 爹爹 聽得真真的就在上面唱 我唱一句他唱一句可嚇人了 就這樣 回去吧 回頭讓小達子陪你回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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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管事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可以嗎 說 這書上說了 麥冬肝寒滋潤 具陰柔之性 滋陰之功 既善於輕氧肺胃之陰 又可輕心筋之熱 這兩種功效 不是矛盾的嗎 藥本身就是一種生物 具有一定的本性 具體的用法上和什麼搭配 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就拿這個麥冬來說吧 和擋身玉竹搭配在一起 便可治療 胃因不足 但是對脾胃虛寒 消化不良者卻不適應 這就是為什麼說 單一的藥性好掌握 藥方上的藥劑 以及劑量的配備 才是用藥的關鍵 嘿 笑什麼 看來羅管氏不喜歡說話 而是要看說什麼了 哎 閒的物是找我說話乾嘛 幹活去 羅管氏 我能借你的伙计用用吗 小姐 小姐 不是 小姐 你怎么拍 徐老板 巧啊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刘警官 您帮我劝劝吧 怎么了 我们出来之前 老爷特意嘱咐我们说 买完东西就赶紧回去 这个 我们小姐 你听说前面有庙会 这不是你们亲自想去 我总劝也劝不住了 逛庙会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懒什么呀 又是 你怎么不明白呀 这一去又得好几个时辰吧 这个 回去老爷非把我腿打断了不可 哪次把你腿打断过呀 原来苏老板 把菊老板管得挺人的 平日里 除了拍戏就是演出 根本不让我出门 那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对 小达子说得对 小达子 你帮我上礼祭买两个包子吧 我来劝劝你们家小姐 一定把她劝回去 你快去吧 行 那谢谢娘了 走吧 在哪儿啊 你不是要过庙会吗 我带你去 走 你过来 你看那边 你看那边 糖葫芦 谢谢 我不吃 你吃吧 再来一串吧 再来一串 一串给小辣子 你呀 对她那么凶 现在又惦记她了 其实小达子评理对我挺好的 可不是吧 你肯定是 把她回去跟苏老板告状 还不是呢 我告诉你 小达子就是个体帮 歧视她的胆 就这么一串 我看出来了 你平时肯定很少出门 看到什么都新鲜 那当然了 几日里 除了凯莲这部演出 怎么还在家里闷死 也是 苏老板平时对你太严肯 连门都不让你出去 这要是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不是她亲生的 我的确不是她亲生的 她是我养父 养父 她怎么可能是你养父 小时候我是在西班牙里长大的 跟您说 我是她回来的 七岁的时候碰到了我爹 他就把我带回去了 那边有卖茶汤的 咱去喝碗茶汤吧 老板没碗茶汤 那后来你就跟苏老板学了些 是啊 李先生 今天就我第一眼 就觉得我糟了 他嫌隙班子条件不好 就把我领回家 让师傅到家里去叫 有的时候要是师傅来不了 就我爹给我念 好 谢谢 谢谢 然后呢 我爹不是唱戏的 但是他跟我练功可严厉了 一点不比在西班子轻松 这么说 其实你还是应该感激他 当然了 那你知道他是怎么当着老板的吗 他在盘下百合楼之前 他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我爹一般不说以前的事情 小姐 那 你的包子 小达子 给你谈活 小达子 小达子 小达 咱回吧 回头不早了 好吃吗 好吃 吃了糖葫芦 回家别瞎说 放心吧 你让我喝完呢 你去那边看看 好呀 快喝了 老板再来一碗 relationships 小姐 小达子 干也 老爷 老爷 还兴了 多少长时间呢 小姐呢 小姐上楼去了 买东西买了这么长时间 我还以为你们让警察给抓起来了 是警察 警察 警察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小贼 你跟我说实话 你要不说实话 我打断你的腿 老爷 是刘警官 刘警官带小姐放飙回去了 不请 让我在这儿跪着 我们没有约 我们是在街上碰见的 在街上碰见的 就这么巧 好 前两天你还教他唱戏呢 今天就一同逛庙会去了 没有谋划好 这小子 肯定在打你的主意 爹 你怎么 只要有人接近我 你就觉得人家有什么想法啊 我一天到晚 除了拍戏就是练功 我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 万局啊 万局啊 爹跟你说过多少回 你将来是要成大角的 能成大气的人 首先要耐得住寂寞 等你将来红了 想交什么样的朋友 你随便 又是老一套 耳朵听出简子来了 放肆 跟谁说话呢 耗嘴 耳 手 耀 什么是老一套啊 这是我干这一行 几十年总结出来的道理 我辛辛苦苦地培养你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 练功排戏 排戏练功 这是我黎元忠仁一辈子不能松懈的活计 你才干了几年 啊 你就烦了 我告诉你 你这一切都是表面功夫 更重要 只要修身养性 能够做到看不见外面的花花世界 只有达到这个境界 你才能够成为绝儿 你呀 你呀 还差得远呢 爹 我没说不想成绝 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 可你和那小警察来往 会乱了你的心思 肯定没安好心 爹你怎么总把人想的那么坏呢 行了 下来吧 坐 你还是过来的 说这些话 从今往后 不许再跟那个小警察来往 他要是再纠缠你 你就跟他说 我不许 有什么话让他冲我说 对了 对了 这唱片是你拿到百花楼去的 是啊 最近不是在演《贵妃醉酒》吗 我想拿过去 可以在戏台上练一练 以后啊 还是回家来练功吧 戏台是见观众的地方 不是轻易随便能上 知道了 这张唱片 这张唱片 回头还给那个小警察 咱不欠他 我还哪 可不得了 我还没想让他走 谁呢 你哪儿呢 我还没想到 可不得了 我还没想到 你也没有想到 我还没想到 呢 把那儿所有的留生机都给我搬回来 以后用在临时往那搬 不许在那儿过夜 记住没有 记住 你在这儿跪着 不是您让我在这儿跪着怎么 去去去去 干活去 你说腕鞠是被收养的 对 他其实是个孤儿 苏长廷把他从戏班子里领回来 但他对苏长廷的过去一无所知 难道我们就找不到一个知情的人 姐 你今天怎么跟方云在一起 她为了我去看电影 明轩 我觉得方云跟其他的大小姐不太一样 她说她最讨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她对谁都特别好 她身上的确有一种很特别的内容 她身上的确有一种很特别的内容 不过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吧 如果让她知道我们的身份 估计又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葫芳 刘靖官 谢谢你 学习的事就此得住吧 这是苏老板的意思 那你的意思呢 我 我从小到大 都没有违背过我爹的意思 我明白 没关系 就算学不了戏 我跟居老板相识一场 也能做朋友吗 我和居老板相识一场 参与我 你还没关系 除了 拒绒 人之处 都没有 你 我 明年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受伤了 我来帮你擦 我帮你擦 你怎么搞的呀 烧了这么大一片 验货的时候不小心烧的 验货 验什么货还要用火烧啊 你怎么哪那么多话呀 行了 我自己来吧 还得清洗一下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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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太好了 常敬德回乡定居 回来的太是时候了 这人是谁呀 让您这么高兴 常敬德 常老板 当年轰动新城的名角 演过无数的好戏 专攻长靠五声 想当初她和萧老板 合演了一出霸王别姬 轰动了整个新城 您跟她有交情啊 交情 交情他们上 不过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果能够请她和婉局 合演一出霸王别姬 那就太好了 有了这场演出 人们就会把婉局和萧老板相提并论 那 对婉局的名头 可是大有好处 人家能答应咱吗 想当初她远走上海 搓投了这么些年 人名气已经大不了存钱了 现如今她年纪大了 回乡定居 我估计她巴不得 有这么大的一个机会 刘警官 刘警官 你怎么知道我常某人呢 请坐 您请 常老板的名头谁不知道啊 当年一出霸王别姬 红遍新城 我听说 当年您跟萧老板在台上 那可是株莲碧合呀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没想到刘警官年纪轻轻的 对当年的事也是这么清楚啊 实不相瞒 我是个细迷 好 而且我常听城里的老人提起您二位 只不过 有些事我一直不明白 您说您当年郑红的时候 怎么就离开这儿去了上海呢 这个嘛 说不清楚 也许当时上海的势头正好 可我听说 您是怕受到萧老板案子的牵连 我怕受牵连 谈不上 主要是萧老板班子里的人 自打他一出事以后 就没人赏饭吃 混不下去了 据说萧老板当年做事一向亲密 您说他怎么会摊上这样的事呢 树大招风 当年的太后 也许是得罪了什么权贵 或是养了小年了吧 可是他毕竟是名爵啊 爵 你告诉我 爵是什么 爵就是有人捧的戏子 没人捧 就什么都不是 这世界呢 任何事都是长的 有人捧就有戏子 你知不知道 哪有没有 你知不知道 他遇见那些东西 也算他不要 你知不知道 你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 你要是不順著 就沒人 你要是順應 我叫上的確確 日韓 我沒想到 能夠的是那樣一種生活 現在還沒有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會為你告辭 百花樓 蘇 蘇長廷 你以前好像不叫這個名字 是 打你進門兒 我就認出來了 你是蕭老闆班裡的人 程老闆 您的記性真好 難得您還記得我 記得當初 你這驚呼拉得蠻不錯的嘛 是 怎麼 出息了 混成戲園的老板了 對 當初 當初是等著橘兒上飯吃 現在 是等著你上飯吃吧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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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老闆 我今天來啊 就是想想請您出山啊 當年您的一齣霸王別姬 那是既經四座啊 讓人記憶猶新 如今您回來了 我想請您 帶小女婉菊 再唱一齣霸王別姬 一呢 是作為您的回顧演出 再者呀 讓新城的老戲迷 再賭常老闆的風采 和誰唱啊 小女婉菊 人稱菊老闆 沒聽說過呀 你告訴我 這位菊老闆唱過哪齣戲 唱過一些 這些年頗有長進啊 我明白了 老朽不才 想問上一句 咱們林元航 什麼時候改了規矩了 以前明覺相邀 那是互相欣賞切磋技 如今 你讓我跟個丫頭片子搭戲 還說什麼回顧 回的哪門子顧啊 要是肖老闆在世 那還差不多 是 可是肖老闆現在不是不在嗎 再說了 您現在回來 在家裡不也沒事吧 沒事 沒事我就在家謝著 蘇老闆 我看你現在是很滋潤 忘了明覺賞飯吃的時候了吧 你以為我老了 沒人請了 什麼樣的場子我都接 你給我聽清楚 我常靜德再沒飯吃 也不會落到到你家唱堂會的地步 你 您 您老歇著 高遠 成 好 不信心我逗你個老不死的 爹 你怎麼了 婉君 你回來了 謝謝 婉君 婉君 這兩天哪兒都不要去了 在家裡好好練功 尤其是那出霸王別姬 一定要好好溫習 去吧 婉君 婉君 爹一定要把你捧著 像蕭老闆一樣的紅紙 去吧 綿兒 小王爺 為什麼 小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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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是真是沒辦法了 我只能夠認真 講話了 自己的身體 我也不知道 怎麼還在玩呢 我的天呀 怎麼在拍照你的天啊 你干嘛来求我呀 我跟他又没什么交情 您没交情 可是您有面子呀 我相信只要您出面 那常敬德不会不答应的 苏长廷 可真逗啊 平时对我严防死守的 怎么着 既然有了难处想起我来了 您也好意思跟我张这个口 我凭什么要帮你说话呀 您看您这是 您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知道您对婉局的一片心意 只要您出面 婉局这次演出成功了 那他的名头就会大涨一块呀 也不辜负您捧他一场不是 你也知道我在捧他呀 可是有这么捧局的吗 连个面都见不着 是吗 您误会了 以后不会这样的真的 是吗 是 那咱们可得说好了 以后我请婉局吃饭 你得保证随叫随到 不许再跟我这儿软膜硬泡沫嘴 皮子让我空欢喜一场 再是 før 再瞧 再瞧 瞧瞧 瞧瞧瞧乔 centered 你也为难的 看来你还是真是一毛不拔呀 没事 小君 快醒 您放心 您放心 我保证让您见到 以言为定 为定 你回去等着听信吧 走吧 谢谢您 谢谢您啊 天王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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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呛着 行 谢谢 许愿 这出折子戏 可来之不易呀 你想啊 常老板好不容易答应 咱们为他举办告别演出 而且他只肯跟你唱一出折子 能跟常老板 唱好这出霸王别姬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所以啊 咱得练的呀 跟当年萧老板一模一样 让她们挑不出毛病来 这样你才能红 来 爹 这些我都知道 是咱们都练了一宿了 爹 你看你累得 要不你也歇歇吧 爹没事 接着累 来 爹 我是真的特别累了 我们都练了一宿了 你看太阳都出来了 你们不是说唱戏的 最不能熬夜了吗 怎么熬着我今天晚上怎么演呐 那咱咱不熬了 来 咱歇了 歇了 那你去哪 好好休息休息 今天晚上演出 是吧 这老板 请 我看你听说 他差点毁了我的货 害你受了伤 不能再让他加下去了 大少爺 我这点伤算不上什么 你看他 现在脑子也糊涂了 把他安置到哪儿去呢 再说了 现在作坊里 别人催货催得紧 正缺人手呢 好歹也能帮什么 哎个疯子能帮什么忙啊 我告诉你 我不是看待他 我不是看待他 每次看见他 我心里比你还耐受 还不如把他安置在别人 也不见心不烦 有这样的事情 大少爷 谁啊 大少爷 尿的茶 我已经泡好了 大少爷 刚才大少奶奶派人来问 您什么时候回府 我今儿不回去了 你下去吧 是 陈上来 大家都给我精神点啊 今儿演出很重要 小六子 你要再给我踩错楼梦点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达子 小达子 天啊 这呢 小姐准备好了吗 小姐是准备好了 这衣服不知道谁给弄脏的 这谁弄的 我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让你不知道 我们让你看好小姐的衣服吗 你怎么看呢 你 爹 警告开眼了 就先这样吧 别让小达子洗下去 行 他们快滚 别让我看你 您放心 我不会演咋的 爹 爹 滚 半军 爹的心思全在你身上 心天越好你就成了 爹 别让爹失望 七八晚 赶紧上场了 小达大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要面子 来 去 赶紧 叫睡? 再不会 的 小辈子 一起培ff 小辈子 不 孙老板 很紧张 你是担心菊老板唱不好 你就怕他唱了个笑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也想看看菊老板能不能唱出当年萧老板的歌 都是他的戏迷吗 能理解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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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 拿走 起那么早干什么 不让你好好歇着吗 我睡不着了 爹 你干什么呢 没有 昨儿刚演完出 今儿报纸上就登出来 常敬德 宝刀不老 新鱼记 前途无量 长菊连妹 堪比当年的长销 这这这 小菊老板 寄京梨园 左百花楼爆棚 哪一号 这花上写得太欢迎了 不夸张 完全 昨儿的这出霸萌别姬唱好 唱的爹心里头 那叫一个臭 看着你这也出了 我忽然去 我的小婉局 长大了 连报纸上 都把你和萧老板相提并论 爹 哪有那么好啊 长大了 确实是长大了 不是当年的花花鸭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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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看什么呢 还没吃早饭呢 吃早饭 小达子 上早饭 小达子 小达子 我去 你用担 爹 来 爹 你别理治老板去老板了 我就是你那老板 那紅豆 来 按摸 来 来 吃吃吃 爹 我不想吃了 我想出去走走行吗 也好 前一段时间天天磨细 行了 也该放松放松了 去吧 那我去了 等等 小达子 大爷 您叫我 伺候小姐 别出差了 去吧 那我们走了 去吧 去吧 徐老板 刘警官 你也来买布啊 好 昨天你演出那么成功 简直是寄精四作 怎么我也得来恭喜一声啊 不过就是一出折子戏 哪有那么邪乎 我上次跟你说的 学系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 你敢不敢背着你爹偷偷教我呀 要不就试一次 好啊 那等我找到地方我通知你 小姐 老爷 您挑好了没有 您要是 您要是挑好了 咱就赶紧回吧 老爷该就着急了 挑好了 就这个 村姐知道了 直接站住吧 你快去呀 我不会逃跑的 快去 老爷 今后请小姐的文 肯定是越来越多 那里多少本能才够贴 这算了吧 等他真正出了名 那就不一样 到时候 恐怕晚局连接都不能上 一出门 那就戏迷勇敢 就像 那才叫风光 那感情好 连我都跟着有面子 今儿个小姐上街 有没有人认住她来呀 没有 没有 一个都没有 这事儿就怪了 平常这门口 还有几个人后来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还跟我说实话 老爷 我是没说实话 不不 不是啊 我 说 小姐今儿上街遇着什么人了 小姐碰上刘警官了 聊了两句 刘警官 你说什么了 我没听着 还缠着不放 我 看来 我给她点颜色看看是不行的 这事儿不好 虽说 虽说是我手底下呢 但是人家爱听戏亲近角度 这私事儿 总不能下道命令 不允许人家听戏吧 那不能够 我也没有别的要求 只求你大队长把他忙一点 只要他没闲工夫 去骚扰我们家晚局就行 苏老爷 您是局长的大舅子 您交代的事儿 我理应要办的 不过我也不瞒您 这个刘明轩很有眼色 挺招人待的 不说别人就说局长 上次丢车的案子 刘明轩立了头股 王府压过失踪的案子 他又办的很有份错 局长对他连提了两极 这小子 现在是得意的人 我还真不好争承 是 当然不能让您太忙活了 怎么说 他也是小警察 你刘大队长动动小指头 他就得老实 怎么说 你也是他的顶头上司 他还能不老事儿 你足以说 我倒想起来件产事儿 他既费时又好心 别人干不了 他 倒没准合适 刘大队长 他就 拜托了 去吧 快去快回去 刘大队 你找我 刘明轩 听说 你很会跟女人打交集 你这什么意思 开个玩笑 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你认识咱们局长夫人吗 见过一两次 夫人怎么了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 保护局长家人的安全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特别是丢了车的案子以后 局长要快专人二十四小时保护夫人的安全 所以从今天起 局长夫人的安全就由你做的 队长 你派别人去吧 跟着夫人我还怎么长案呢 不会是永久性 别人都轮了一圈我才派你去 我已经很照顾了 再说了 那夫人的安全也是大事儿 是吧 干得好 那没准可以得到局长提吧 夫人 可是长口百花楼子 听说你小子爱听戏 没准啥子的戏 你怎么知道我爱听戏呢 小队 以后得了便宜别忘了谁管教你 行 那我先谢谢大队长了 忙吧 行 咱妈 来 那你去吧 你了 你好 好 做什么 你到底哪有还有不 不 买油彩嘛 你在这儿啰嗦什么 什么 把钱给他 让他去买 刘警官 我需要褶红油彩 是褶红色的 听明白了吗 马上去 我急等着用 是 夫人 警官 我这儿的红色油彩 有猪红 大红 橘红 玫瑰红 还有最流行的胭脂红 不知道您用的是哪种红 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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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褶红的油彩 那可是稀罕物 可是我是没货 没货 没货 那你告诉我在哪能买到 这个褶红是云南特产 价格昂贵 以前是公宫里头用的 现在这个季节 我估计到哪里也买不到 那这样吧 你把那个所有的红色都给我来一份 好 您的 夫人 颜料买回来了 这是什么颜色 这颜色不对 夫人 颜料行的人说您要的纸红油彩没有货 没有纸红 没有纸红 你让我怎么画 您让我怎么画 夫人 您别着急 要不 我再去找找 不要去 不要去 我今天起了 我记不尽了 我真的记不尽了 我真的记不尽了 为什么做日假 我每次总是不能画完 我每次都是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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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没有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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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您别这样 您别这样 你还站着干嘛 滚出去 滚 夫人 什么事 给老爷的药煎好了 药不要送去 药 要送 一定要送过去 你让刘警官送去 告诉大人 一定得把药喝完 听见了没有 是 这个家伙 那优才也不会买 只配跑跑腿了 走啊 我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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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我听说怎么着 得了份美茶 在局长夫人身边当职 福分不小 师傅 一天不损人 您这酒喝的就不舒服是吗 不是 这不正合你的心意了 夫人的脾气 您肯定比我更清楚 何必来挖苦我呢 这刚去一天就受不了了 哎呀 局长夫人这古怪脾气啊 局里人之人尽皆知 凡是在他身边当职的 没有不吃他的苦头的 不是我心里还纳闷呢 我说就像你这么有眼色的人 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啊 您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明白啊 你说就这份美茶 全局的人那都搁着 你是不是搁碎什么人了 所以把这份美茶 才落在你身上 没想到吧 聪明还没聪明 好自为之吧 我 我 你对唱戏好像还挺感兴趣的 我 小时候受过家里熏陶 所以我也爱听戏 刘警官唱过戏吗 我 没有 没唱过 刘警官这张脸长得还挺俊呢 要是上了妆一定会很好看 这样吧 今天你当我的模特 陈妈 带刘警官去戏巴脸 今天他要当我的模特 夫人 我 快去 刘警官 您跟我来 王菊 出去啊 上哪儿去啊 我去裁缝铺 那天不是买了布了吗 我想去把衣服做了 是 是该做几身新衣裳啊 你这空着手去做新衣裳啊 布料呢 我我现在就上楼拿 不用不用 小达子 老爷 你去 把小姐前两天买的那两块布料拿下来 顺便你跟小姐去一趟 是 知道了 老爷 拿来了 小姐 走吧 爹 那我们走了 去吧 去吧 我还有这儿吧 小姐 我听哪儿啊 这咱的布啊 怎么拿着布呢 小姐 你可别这样 我可做不了主 只要你做主了 上次样子我都选好了 小姐 要不这样吧 你先去 一会儿我再来找你啊 小姐 哎呀 又惹事儿 让我想想 给你画什么 画一个花脸 显然不太合适 要不然 就画小丑 你放心吧 这么俊俏的一张脸 我舍不得忘丑了画 画小生 可是小生太普通了 没什么改变 要不然 就画淡绝 夫人 不瞒您说 我正打算跟菊老板学戏呢 不知道 我扮上淡绝会是什么样子 你是怎么认识玩菊的 看戏认识的 菊老板的戏我特别喜欢 那正好对路了 那我们 就画上饭去了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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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 夫人 我听说 婉娟是苏老板从戏班子里抱养的 是真的吗 这又不是命 全城的人都知道 难怪 觉得婉娟之所以唱得这么好 多克鲁宁和苏老板 你们全家都特别喜欢戏 戏如人生 有的时候戏比人生 很真实 我还听说 苏老板拉的一首好惊呼 他以前肯定帮过那个明觉 你怎么这么多话 上庄的时候能不能不说话 菊老板真是幸运 有这样的养父 不用在戏班子里受苦 照样成明觉 不过话说回来 多亏里有百花楼 要是没 你完没完了 夫人 我不说了 您画吧 画什么画 我让你说的都没有心思了 不要在这儿跟我唠家常行吗 夫人 不画了 画什么画 我在上庄的时候 不喜欢别人来打搅我 看着续道劲 你以为在理发店里理发呢 你赶紧跟我走 别在这儿给我碍眼 对 对不起 夫人 对不起啊 走吧 菊老板 菊老板 你等等 你听我解释 你究竟想不想学习 我当然想了 我生平第一次跟爹撒了谎 就是为了跟你赴约 教你学戏 你怎么这么不在乎 我没有不在乎 我真的是有事情耽误了 一个真正爱戏的人 是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耽误学戏的 你要是不想学 干嘛约我出来啊 哎 婉君 对不起 是我错了 下次我一定不会了 下次 还有下次呢 我会不会了 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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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真的有事情耽误了 婉君 爹 我错了 婉君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这是第一次跟我撒谎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可以不说 那爹问你一句 爹是不是特招你烦 是不是说话特别不入本 爹 不是这样的 是 是 刘警官 约我学戏 又去教戏了 不过没学成 他有事耽搁了 就来晚了 阿隽 爹早就跟你说过 在很多人眼里 我们唱戏的什么都是 听戏 听戏只是 他们消遣的玩意 他们根本认识不到 黎元人的价值 只有我们自己瞧得起自己 才能让别人瞧得起我 爹这么栽培你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你将来能够成绝 能够出人头地 能够让人瞧得起吗 可他一个小警察 竟敢这么涮你 你不觉得太自清自荐了 爹 我 黎元 你给我记住 外面人对你再好 他冲的是你的玩意 他们不是真心 他们也认识不到你的价值所在 只有爹 只有爹是为你在江源找死的 嗯 嗯 好了 今天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以后我再发现你撒谎了 可就不是这么烦 嗯 知道吗 行 知道 自己好好想想 罗管事 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哦 你说 今天来店里买风湿膏药的人挺多的 我想应该多进一些货 眼看这天就凉了 这种膏药也许以后消得更好 这个我也知道啊 但是现在风湿膏很紧俏啊 根本都买不到了 又不是什么名贵药 为什么会断货 正因为它不是名贵药 利润少 做的人少 自然会断货 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做 自己做 对 反正用料不贵 咱们自己做 还可以提高利润 书上就有方子 没什么特别的 为什么不自己试试 对 对 对 我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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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小达子 小姐说了 不见客 您请回吧 小达子 您让我见一下婉居 不行 婉居 不行 你别见 老爷 那非要见小姐 苏老板 你别冲了 为什么不让我见婉居 婉居也是你叫的 刘警官 想听戏到戏院去 这是菊老板生活和休息的地方 你虽说是个警察 那也不能私闯民宅吧 苏老板 我只想跟菊老板道个歉 对那天的事做个解释 不用 刘警官太客气了 晚菊才输学浅 本无意交戏 我看此事就此打住吧 这是菊老板的意思 还是您的意思 让晚菊七口对我说 是谁说的无所谓 刘警官 我看你年纪轻轻对戏痴迷 所以我才对你客气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纠缠 否则 我连你的饭碗都可以砸了 老达子 关门 刘警官 你请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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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你来 我来 大少爷 你说这么白嫩的 这些粗活多可惜 大少爷 你来 紧张什么 大少爷 每天跟罗天挺多话的 怎么到不了就没话了 你是主子 我是一个丫鬟 怎么能跟你说上话呢 大少爷 大少爷 什么事啊 大少爷 我想跟您说 我们自制的膏药卖上去了很多 我想这个月 我们一定会有很多额外的盈利 这得感谢可兰啊 对了 罗天 今后你就多带带可兰 咱是要件的事 就让他多熟悉熟悉 现在你要是忙不过来的话 一些日常业务 就交给他处理 老爷 老爷 怎么了 王府的人送了一封请柬 好像是请小姐去敷宴 人走了吗 刚走 你赶紧给我追回来 就说我要写封线 让你们带回去 哎 老爸呢 老爸 上次说的好好了 一动针格子就跟我打太极 苏长廷 我以来不给你点力了 也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哪 去把城南的街二给我找的 就说有事分不够 是 哎小姐你上车 你要带去 俺们探索 你肯定是一个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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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一个小小姐 他敢当街榜 你敢肯定是小王爷干的 肯定是他 请柬都在这儿呢 说是今儿个晌午 这不是下帖子让婉居吃饭吗 他榜人干什么呀 昨天我已经给他写封回信 说婉居身体不适 让他另找时间 我明白了 肯定是你横加阻拦 不让人见婉居 对不对 常听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 我早跟你说过 要想把婉居捧成绝 该应酬的就得应酬 你老伍着干什么呀 不是 那婉居还是个孩子 他哪儿赌这些应酬啊 那小王爷整天想单独见他 万一真出点什么事 那婉居不就毁了 报告 进来 局长大人 请您签字 咱说了 王府家大业大 他什么事都干不出来啊 绑人这种事他肯定干得出来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 去问他要人去啊 你有证据吗 局长大人 卑职认为 卑职认为 事情虽然没什么 但涉及到您的面子 我看 我还是带人去看一下吧 嗯 说得好 刘警官 你带几个弟兄先去看看 能解决就解决 但有一条 不能跟小王爷闹僵了 明白吗 卑职明白 警察都来了 苏老板 这新城的警察局 是你们家开的 小王爷早就料到您有这一声 特意教我在这儿 恭候你 这位大哥 怎么称呼啊 城南金二 小王爷分不过了 今儿个 宴请局老板 劝罚人不得打扰 苏老板 如果您有耐心 您回家当心 局老板吃完这顿饭 自然就会回去 如果谁敢让小王爷的酒杯里的酒 撒出去办你 今儿个我金二的脑袋 就搁着 警官 您说句话 我现在就让人 金二 我这趟也是奉命显示 为了局老板的安全 所以麻烦你通禀大少爷一声 他尽管吃他的饭 我们就在这儿候着 什么时候见着局老板 我们什么时候撤 局老板 干嘛不冲进去 就这么冲进去 事情只会更糟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让他小王爷 也不敢乱来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王爷心软水辣 本居万一走他毒手怎么办 不就一顿饭吗 你干嘛这么紧张 莫非你跟王府还有别的过节 进不进 你不转我出去 吵什么呀 吵什么呀 爹 你 Panch 董局 肯局 没事问 您 出卡 hello 苏长平 我请局老板吃个便饭 你这么大栋干戈的 什么意思 小王爷 您够跑权 这请人吃饭的手段 也是少有 我要是不来这手的话 苏老板还真不拿我当回事 苏长廷 我知道你有名的 警察局里有人 可我告诉你 你在我眼里就是个屁 给我记住了 答应我的事是要兑现的 以后我的饭局 徐老板得保证随叫随到 我小王爷不是随便谁都能耍的 徐老板 今儿就算咱们第一次约会 以后机会还多着呢 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慢慢聊 小王爷肯定不会善办干净 你这是逼我 去把小姐起来问问她的眼 小姐小姐跟姑奶奶逛街去了 已经走了一个时辰了呀 那人干嘛的妈老跟着我们 可以开心 Evil 医疑会当ster 你不是什么他还想跟你学习 学习 確實是有事犯罪的 沒有 劉警官那天你怎麼不去救 是不是我爹去找你了 你爹去找局長 我主動請求你 我就知道你不是這樣的人 別人看戲是附庸風雅 可你不是你懂戲 而且特别投入 我覺得你應該是真喜歡看戲 這麼說你可原諒我了 姑姑 剛才還掉著臉子 這會兒怎麼又高興 姑姑你買的什麼鞋啊 老褲鞋在家裡 就買一雙要買多買幾雙吧 走我帶你看鞋子 幹嘛買這麼多鞋還都是男士的 或是給爹一雙 剩下的分給我 你這孩子還挺現實 那自己對你好啊 那就是不讓我跟人接觸 上次劉警官來學戲 你弄得很不高興 他這人老毛病老實 今後有什麼事跟他說不通的跟我來 姑姑 我現在就有件事 什麼事啊 劉警官想學戲 直接不讓 別管 現在沒地兒去吧 去我家吧 他在我那兒當你 你就當後來看 阿德雷拿一套吧 那我到哪兒 你學習的事 你還要學戲啊 學啊 我還以為你不想學了呢 真的 那太好了 小姐回來了 哎呀 要買這麼多東西啊 你從哪兒來 那你從頭來 沒有 你從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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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做什麼 你從頭來 你從頭來 會令你往路上 我再讓你震一邊 你從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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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允许婉居到你那去交戏呢 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这件事我不同意 我 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要对婉居的事情 横加干涉 你应该尊重她的想法 她现在长大 应该跟婉居有交往 你这么封闭她是你自私 她不懂得待人接我怎么成为菊儿 外面的事情有我给她打理有我给她操拾 她只要一门心思演好戏就行 像这样整天四处交友 她怎么能安心唱好戏 你能管她一辈子吗 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她就不能这么没出息 老爷 王府又来人了 问小姐明天到底去不去 去什么去 谁有工夫陪她玩啊 哦 哦 哎 你等等 是 小王爷约的 是 小达子 拿我的帖子 去告诉小王爷 说小姐明天准时赴约 哎 知道了 我 你 你 你好 你 你 那